葵宗貨櫃碼頭的工潮仍然處於膠著狀態 超過850名參與罷工的貨櫃碼頭工人無懼風雨 通宵留守在長江中心門內 他們希望資方能夠了解他們的苦房 給他們合理的報酬 勞工處原本安排了勞資雙方將人第四輪談判 但因為其中一間外判商未答應出席而告吹 罷工的工人不滿外判商沒有誠意 所以才將工業行動升級 工人代表說希望和黃集團主席李嘉誠 知道他們有多辛酸 幫他們爭取合理的薪酬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安城 報導